好 我们再回到继续讲 这个不多了快结束了 还是我们继续打开咱们调试器 这个是咱们干这行的看家本领 你们一定要会用的 好了 我们已经讲完了 DataWare,WangelineGrid,Databets, Everywhere,LatencyCompensation,FoodStackReactivity 那后面这两个其实就不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可demo的 就是一些逻辑了 所以叫拥抱这个ecosystem 这个叫生态环境生态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Meteor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 Meteor它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某一个单独的技术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大集成 它是一个大集成 它实际上是把在开发这种modern application 我现在注意啊 我提到这个词叫modern app 这不是微软 Windows8那个modern 这个现代的这个app 为什么我不说是web app或者叫移动app呢 因为在Meteor这个时代 它不区分你这个程序是跑在浏览器上做web 还是跑在手机上作为mobile 在Meteor是一样的 包括微信啊微信里边也可以跑Meteor 这程序你开发一次 它可以跑在各种各样平台上 比如现在这个to do list 我现在看这个样子的 我在web上看是这个样子 在mobile里看就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移动application 在appsort里可以下载的 它还可以跑到微信里边 在微信里面成为一个微信app 这都可以做到 在这个Meteor这个时代里边就没有这个区别了 所以我把这个叫mode app 在Meteor时期就是把这个mode app需要的所有的这个端到端的这个东西全集成起来 把这个最好的这些框架都放在一起 这里边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Meteor开发的 Meteor开发的是一些核心的部件 比如这个编译器啊 你运行这个Meteor的命令行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Meteor开发的 还有一些里边核心代码 比如这个这个这个reactive啊 这个就被动啊 还有这个ddp等等 这些这些也是ddp可能还是不一定是Meteor的企业 但是无所谓了 把它集成在一起 然后用一种更好的方式组合起来 包括第三方的很多 包括如果你要想编译这个移动app 编写mobile的那个app的时候 你需要用一个cordobaproject 那也不是Meteor产品集成过来的 包括Meteor的template的系统啊 template这个编写我们这个 刚才我们看着HML 不是这个啊 是在这里边的HML 比如这个HML啊 这个HML 这些里边这些东西实际是从那个handlebar学习来的 这个加以了改进 那就就变成这个Meteor的自己的这个这个template系统了 所以包括magoDB啊 我们反复提magoDB也不是mago 也不是Meteor的产品 但是Meteor把这些最好的技术和这种有一致化的这个东西 把这个站各个站里的各个段这个阶段都把它融在一起 提供一个编译器和开发工具 以及这个整个的社区就形成了这个Meteor这个整个系统 整个的开发方法 也就是说你在Meteor里边 实际上你用的东西很多并不是Meteor公司做自己做的 但是你需要东西这里面基本都有了 更重要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完善的这个这个生态系统啊 这个这个生态ecosystem 有一堆很出色的软件工程师呢 你用来在帮助Meteor开发更多的更多的package 这有一个网站呢 你们应该去看一下 我们以后学习的比较多 这atomsphere 这个就是Meteor的这个package的这个搜索啊 你在里边随便搜任何东西就会发现这无数多的这个这个 帮你来以别人做好的这些这些啊 这些package吧 就是软件包 实际上你在开发软件的时候 就是现在咱们做model app的时候 千万不要犯傻了 说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 那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那是比较愚蠢的做法 实际上聪明的做法就是说 你你要做什么功能去到这个open source的这些package里去找 找到了以后拿来 如果需要改 也许不完全符合你要求 你去改一改 就把它用上 然后你的任务实际上最要做的是那些package里通用的不能完成的那些部分 比如修改一下这个package 变成你一个新的自己的 或者是一个商业逻辑 这个商业逻辑是没办法去通用化的 所以不会有人把你做的商业逻辑做成一个package 那个东西是你真正需要自己去完成的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用在那些商业逻辑上 就是能挣钱的那些东西上 而不要用在这些通用东西上 那个东西是应该用开源系统来完成的 提高自己的效率 这样创业才有可能成功 或者的话你把大量时间和金钱用在那些你没有必要去做的东西上 那你怎么可能成功呢 那么最后一条就是simplicity equals productivity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 又简单又高效 那么怎么个简单高效法呢 你想想如果我们开发一个软件用的是同样一个技能 一个语言啊 JavaScript Language 同样一种技能在Meteer开发 而且你开发一次就有了Web App IOS App Android App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微信的App 如果你写一次代码 这四个都做完了 那你岂不是太高效了 你想想以前干这事 你怎么着找不同的团队 互相技术都不一样 你这样成本也低 成本也高 然后这个效率也低 而且什么东西都干好几遍 现在不需要了 Meteer帮你都给解决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Modem App 就是现在我激励给大家来推荐的这种这种方式 OK 那么我们稍微这个sum up一下啊 通过刚才咱们的简单这个介绍啊 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Meteer与众不同的地方 以及程序它好多细节 不知道这个Magic怎么实现的啊 我们讲了这个Data Unware啊 数据库 两个前后前后端数据库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DDP协议啊 还有这些叫这个Templates啊 JS编译等等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提到了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但是呢 我相信啊 这个大家可能还是还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很多细节还是不可能通过这个 比如半小时一小时这样介绍来 来了解 那这很正常啊 这很正常 但是呢 我相信你们已经有了基本概念了 至少你们应该知道 Meteer是一种全新的软件开发方式 跟以前的技术已经有一些本质的区别了 甚至于跟最新的那些 比如像MEN这个架构 MEN这个架构 也算是几乎是最新的技术了 前端是Angular 后端是Express No.js MicroDB 就算是跟这些技术 Meteer也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代的区别 就是年代的代的区别 所以呢 我们叫面向未来的下一代的互联网的移动互联网吧 无所谓 就ModeApp这个技术 Meteer是这方面的领先者 所以我相信你们会很高兴有机会来听我给你们介绍这个Meteer这个技术的 而且我也觉得你们学会了以后 用这个技术去开发很漂亮的很很实用的这些应用程序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不用感谢我了 你们也感谢Meteer这个MDG Meteer.com公司还有这些社区里边很出色的这些软件工程师提供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模块 另外呢 如果咱们做的一些模块是有通用性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贡献到这个社区里边来 让别人也来用 举个例子 我可能会做 但如果你们先做了 你们来做也可以 就是比如说微信这个App 微信提供了这个JavaScript的这种接口 可以用微信的这个 在微信里边可以 你写程序可以调照相机啊 扫二元码啊 用微信的这些功能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完全可以做成一个package 放在这个GitHub里边去 这样的话呢 如果其他的朋友在开发微信App的时候 他就不用自己去重新写一个了 也许我会做 没关系了 你们可以试着做一个 所谓这个社区嘛 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们共同去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可以让这个 我们Meteor 每个开发者都能够在那边获益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望 好 我们后面的课程 我现在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后面的课程还会 就是进入这个更细节了 就Meteor 101开始 102开始 还有会有103 104 然后还会有这个2012 202这种就是更高一级的这种这种课程 如果你们觉得有兴趣呢 就可以继续往下学 另外呢 就是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你们觉得有哪一部分内容 或哪一部分知识 你们没有很好的方法去学 比如说你们想学Coffee Script 但是发现找不到很好的课程 或者没法学一下比较困难 或者你们想学MangoDB 甚至于你们想知道 就不是流暗器 这个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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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打开这个东西 这里边怎么用啊 这么多东西也 也挺复杂的 这不是很简单 这里边还有一大堆东西 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呢 OK 很好 那个 我就提给我就可以了 我根据时间情况 可能我会做一些额外的课程 就专门讲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作为一个full stack developer 我们再说做个全占公司 你实际上是个多面手 你应该前后端融会贯通的 这个叫什么 你逗得了小三 翻得了围墙 下得了厨房 进得了厅堂 怎么说的 忘了 也就是说 这些一定是基本功 都要会 需要全面的知识 如果你们觉得哪块没有 让我知道 通过麦子学院 或者是直接找我也可以 然后我会 专门录上这个课程 以后也可能我们做一些 这种real time的 这个communication 比如我们在网上 跨过太平洋 通过这个在线的这个方式 我们去讲一些实时的课程 或者叫webinar 都可以 都可以 现在技术手段很先进的 也不想你们 我们一定会figure out 怎么来解决这些 时间和这个距离的问题的 只要你们喜欢学就可以 好 谢谢大家